11月27日晚 由北京市民聚集到亮马桥附近 向中共当局表达抗议 一段视频中 聚集在亮马桥的市民们 一起高喊北京四通桥的抗议标语 还有市民手组的白纸 过路的车辆也明明支持 聚集起来的人们 则声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活动 一些市民自发站出来演讲 发生了一个人祸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消防车开不进去 这上面那个水就离窗户就差那么一点 然后政府发出来的通告说 门开着是他们自己不跑 韩国的踩踏事件第二天 所有的媒体都有那么多的报道 但是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官方报道有吗 我们自己的国民和公民 死于一场人祸 我们的报道有吗 没有 没有 全都是谎言 全都是沉默 全都是静默 所以我们自己发起了白纸悼念运动 我们上面有说什么吗 没有 所有的控诉都在我们的心里 所有的悼念都在我们的心里 今天的运动 我也只是在朋友圈里面看见 然后我们就赶了过来 结果又被告知 临时封控 大家对封控这个词熟不熟悉 熟悉 我们最近听到最多的是什么 封控 我们应该怎么办 解放 我们要解放 我们要解放 不要挡住消防通道 不要挡住生命的通道 要听见民众的呼声 我们要盗念我们的国民 盗念我们的公民 当一位戴着黑口罩的男子说 收到消息 在群众当中有境外反华势力后 民众纷纷愤怒地回应他 你说的境外势力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 收到消息 让大家要注意的是 现在在我们的群众当中 有境外反华势力 在我们的周围 你这边想 这边想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要是中国人 请问你说的境外势力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 是司法令主义 是列宁吗 马克思是中国人 我总跟你们说 我永远爱我的国家 爱我的人 但是 算死人吗 我也觉得现在的政策 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是有问题的 所以要不然我 不要转移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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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继续 那你们继续 请问 请问新疆的火 是境外势力放的吗 不是 请问贵州的大巴 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 我认同你们说的 我真的完完全全认同你们说的 大家火 是境外势力叫来的吗 不是 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 我们哪来的境外势力 境外势力 怎么跟我们沟通 我们只有境内势力 不让我们聚集 外面有狼子 我们现在是能出国 还是能上国外的网 都不能 都不能 他们怎么联系我们 联系不上 哪来的境外势力 雪球吗 我们这样要自由 去他妈里面 随后警察到达亮马桥现场 将抗议人群驱散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请借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请访问